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引力波测评 我是老虎 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弄音系列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测评的这个主题就是 让这个真码跟这个三角色我们的OE通道比试一下 大家先看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是这个Serminatone的这个复刻码 和这个真码的这个对比的视频 那个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不愿意花一万块钱 甚至更高价钱的这么预算去买一个推子 或者买一个时针 买个过载效果器的这么一个朋友们去比较一下的 想比较一下这两块真假的这个效果器之间的区别 到底有多大客观的了解一下这两块 那两块复刻和真码的具体的区别 可能大家这个1000多到2000出头 这个价位是大多数的朋友能接受 对一个推子或者一个视针源的一个预算 那么这个视频呢 大家肯定很奇怪说 为什么我们要拿一块效果器去对比这个 应该是OE通道 但是这是有个意外 就是说三位这品牌呢 大家都知道了 看我们今天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故事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我们下面的这个链接啊 那么他给我们 我们定的台就是CMD的影响 那我们因为定的比较急 在上海越南使用 我们也没有跟他说太多太多的需求 但是他在希望听到我们这些需求的 因为他做的每一台CMD的这个风格偏向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朋友喜欢这个马歇尔风格 有些朋友喜欢这Vox 有些朋友喜欢分达 有些朋友喜欢当保 有些朋友喜欢这个Truck的音色 他就把这个前级这个地方做了向那个的偏向 然后呢这OD就按照大家需要这OD偏向来做 比如说也会喜欢ODS的这偏向 也会喜欢SS的偏向 也会喜欢Plexi的偏向 也会喜欢Vox的偏向 他都具体的做了 然后他对我们很了解啊 他也经常看我们视频 毕竟我们是对吧 然后我们拥有了这个很著名的这个Truck的这个风格 偏向的影响 Jam here 然后有了这个Dumbo风格偏向影响 Starting Custom Snitcher 他就寻思着 你们也不是搞Plexi风格那些人 你们还找个Finder类型的 所以他把这个我们这台CB1的这个风格偏向 做成了一个分达的一个风格偏向 然后他这OD通道 他也寻思着 你们也不是天天干死亡金属的 也不天天 那种 这个OD通道要做成这个人马 可能会好玩一些 因为我们也测评一些效果器嘛 所以他这么做 就有利于这个大家 这个效果器和英雄人这个互动 也是之前有些朋友 像Dinsteam Drive跟他提的意见 那个朋友比较喜欢用这些效果器 所以干脆做个人头马在这里面就算了 所以他这里面人头马呢 其实也是复刻真马的吧 可以这么说吧 毕竟先有了马才有这个 对 像这个箱头 好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 正好碰到这个机缘巧合 嗯 有这么样 我们就想到这么样一个车 看下到底是 这个箱头上的好呢 还是这个真马的来得更加的传奇 这个得赖嘛 这个也是有一个电子管的 对这个里面会有个电子管 它就是复刻的马 但是带来这个电子管 这么一个 但是它这个 因为它效果器的原故 效果器用的还是一个 进体管的一个学博 它用时候电子管的学博 好我们来听一下 好 Zither Harp 这样子听就感觉相同稍微靠后一点点 人马很顶很尖 对其实如果在这个功能上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音箱的音量开到 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的一个效果 但是可能就没有人头马这种EQ这种塑形了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OK那我们慢慢把这个Gain给掐大试试看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一开起来就感觉马好像有一点点漏气了 对对对 特别是这个game打开以后感觉好像 毕竟是效果器所以它感觉会有点生硬 它在这个里面会用二级管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学步 让你有一点点就开始慢慢过载了 这个就因为它是电子管 所以它就过度非常自然的顺滑 一开始说声音有点靠后 是因为它把这game本来你给的信号就比较小 所以后面强行放大有点累 但是你等它真正开启以后感觉就脆乎拉朽了 而且会感觉到在用力弹的时候人马会稍微有点点的硬 可能动作矿门就没有这个音箱那么宽了 虽然它亮啊 我弹的时候我觉得人马是亮的 就不管多大力度它是亮的 但是我只要去到最高频的时候 它倒反而又没有那个箱头来的那么悦耳 那么近道 那个高频就很到地方 好那我们继续把这game给扭大 了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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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肯定相同爽一点 是 感觉 看到这个时辰多的时候 它就出来了 Harmonic Dynamic 这个确实就是人马 因为它是二级管小波 而且它是这个 因为它是这个9V升到18V的关系 它的这个Harmonic Dynamic 就没有这个管箱 来得那么那么的舒服 也是它的这个物理条件 先制了它 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不只说 在这个上面已经做了一个 它能达到最佳 对 它能达到一个最佳存在 我们再把这个GAN继续扭大 对 它能达到一个最佳存在 对 它能达到一个最佳存在 那里是什么 你也能达到一个最佳存在 对 它能达到一个最佳存在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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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说这个项头在这个DGAME情况有点靠后 但是把这个越来越扭大 这个情况就被反转掉了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然后人马就感觉有点干瘪和单薄 但是晶体款做成这样真的很让人意外了 对 就它值那么多钱 对所以应该 我不能说这个Chatt做了一个 我不能说Chatt做了一个Hi-Fi版的人马 但是他说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但是接近人马这种感觉 我不能说这个人马做的不好 但是这个有电子管这个东西 它的确会让这银色变得非常疏松 而且对右手的操作非常敏感 而且它先天条件的加持 它是这个箱头 所以它的电压会特别的大 它电压就 这个才18 这个就三四百了已经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个三位CM上面CM1是两万九千八 前面这个Clean加混响 它这个加OND通道的话变成三万五 其实你就花了多花了 五千多钱 五千五百 五千两百多人民币吧 但这个人马是一万多 至于这么选 至于怎么选择呢 大家就自己看着办 当然你不能把它模块单独拿出来用 对吧 你要买就得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觉得对如果一个人很需要玩消费器的话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选项 当然如果你喜欢就纯电子管弄时针过载的话 那这么做在上面也没有问题的 因为三位已经通过这个 已经通过这个 证明了它的OT通道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只会做Clean tone而已 对那好 我们试一下双弯弦 OK 지 Roach 转发 lud 从 转发 翻 打 听 从听感上应该能很明显的 就大概区别开 特别是在顶件的情况下 有点收音机的味道 就有点酷酷支撑 又支撑不住的感觉 你说人马是吗 对 但是在这个件上面 就依然是保持一个正常的顺滑 所以 电子管理想可能 我们人类可能还会用个十几二十年 这是BJ的原话 对啊 可能还会用个十几二十年 确实有很大 但不一种有电子管就好了 这取决于设计了 对 OK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的盈利波测评 我们下个节目见 拜拜